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部分的就是一些游泳茶叶卡给大家看一些有没有什么事件发生或者说有什么重点需要给大家提醒的好我们现在先来抽牌还是用这副牌三组牌第一组第一组好这个是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好看大家如果是对牌背有感觉的话可以根据牌背来选 选不出来的话我可以翻过来让大家看正面 好现在要开始翻了 这个是第一组的牌 好像这里光线有点暗所以看起来有点黑黑的 好第二组 好我们的第三组 我们的三组牌 如果不好选的话可以按下暂停然后慢慢的选 选好的朋友呢我们从第一组开始啊 好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刚才抽到了这张牌 那张绿绿的牌看起来可能有点黑但是其实是非常绿的 绿绿的有点这种青青草原 生机勃勃的感觉这个绿不是那个打引号的绿 是真的给我感觉很积极向上的这种绿 然后有一种轻松的生活或者说心情上是很好的 心情上是非常轻松的 这两张牌也是绿色的啊 所以给我感觉整体上就是很符合这种牌正给我的感觉 然后你们呢你们的牌有一个双子座 还有一个这个是月亮的最后一个阶段吧 然后这个呢是就是这张牌也是啊在说很乐观 就是你们在积极的然后乐观的生活着 就是拥抱生活积极的拥抱生活 所以你看这还有一张愚人也是这种很乐观的感觉 然后命运之轮的正位 然后最后有一张恶魔牌 就整副牌呢它包括这个塔罗牌抽到都是三张大牌 给我感觉其实都还蛮正面很积极向上的感觉 尤其是可能你们五月份心情是很好的 整个心态都比较积极 所以你们会有很多的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些新奇的想法 比如说你可能在工作的时候 你们做头脑风暴你就能够提供很多很新奇的主意 然后有一种这种经验大家的感觉 这里还有个时工啊 时工也是就是在你的事业上有一种很积极的能量 所以可能你的这种敢说敢做 然后敢去挑战一些新的事物新的想法 所以能够让你在事业上得到一定的认可 包括你的个人声望 它不一定专门是指你的工作方面 可以是指你的整体 声望整体别人对你的这个认知 你在同学间的口碑 朋友然后或者说同事间的口碑 这样的感觉还有就是老板是怎么样 认可你就是你的人设的感觉 就是你的整体人设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里有张命运之轮的正位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你尽管有的时候可能不小心会说错话 甚至有的时候会表达的时候会词不达意 不能说词不达意 就是没有能够体现你本来的意思 但是对方都能够接收到你想传递的信息 或者说他们很认可你所说的话 你们认可你所做的事情 就这种感觉就不管你怎么做 但是对方都是以一个非常认可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去接受你的观点去跟你合作也好 所以这个就是在个人声望是非常好的 因为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积极的方面 或者说尽管就是在其他时候 可能这个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方面 但是在五月份他们会从中看到你的那个好的那一面 就是感觉这个运气很好 大家可能心情也好看你就很顺眼 然后你自己心情也好 所以你也敢说敢做 然后就有很大的勇气去挑战一些困难 这里这个愚人牌也是这种感觉 好最后这两张牌呢 这个Devil还有我们的快要结束的这个月亮 然后也是一个正在慢慢的结束的一个过程 你自己有意识的去结束它 可以是你的感情的关系也可以是工作的关系 就是慢慢的在走向一个终结 你可能也是知道你有意识的在结束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这个Devil可以是指就是关系 也可以是指一些比较可能有毒的习惯呢 比如说就是熬夜熬夜熬的太多 或者说一些吃太多甜食 或者说就是不运动都可能 就是一种对你自己本身没有太多的好处 但是让你体现到 体会到暂时的一些快乐的一些行为习惯 或者说是一些人 然后你再有意识的去结束它 或者说你正在经历这个结束的阶段 然后之后呢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可能在五月中或者五月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终结 而且你因为是很乐观的在往前走 很乐观的在探索你新的道路 或者说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所以可能过去的那些 还在拖住你的那些成就的想法 或者说已经还就是比较 在你身上比较久了一些坏习惯 所以你就有意识的在把它们都剥离 剥离开你的那个身体 所以是这种整体上是这样的感觉 好其实比较重点的就是这个时工啊 还有这个命运之轮 因为是代表你的事业方面 你的这个声望方面 你的整体整个人别人综合 就是对你的看法这种感觉 都是一个很好很正向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之前不敢放手去做的一些事情 你都可以在五月份挑战一下 因为运气会比较好吧 比较容易成功 比较容易获得大家的认可 所以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 看一下我们事业有什么信息 航行的感觉 然后有一种阴阳平衡 好像上一次也有抽到过这张牌 6 好我们事业牌有三张 再来看一下塔罗牌 我们的事业上有一种 你跟一群人是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 可能你们有种就是共同进退 共同乘服 然后你们可能一起在驶向一个新的港湾 或者是驶向大海 寻找新的道路 可能你跟一群人 然后你们一起要换工作 或者是一起去做一个新的项目 前方有一些什么新的事情 新的挑战在等着你 然后你不是自己一个人 你是在跟一群人一起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呢就是 有一个你可能不需要 你的角色是不需要你去平衡一些什么关系 比如说平衡团队的关系 或者说做到万事都面面俱到 感觉你可能只要去做好你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 坚持你所坚持的 比如说这张牌 这个女生她有连接阴阳的感觉吗 但是你不是的 你给我的感觉是你只要就是去 steak with something 只要去坚持你在站在阳的这一边 或者坚持你在阴的这一边 都可以 就是你只需要去在现在这个阶段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行有点像这种就是 选边站的感觉 你可能不太需要你去做平衡这两个团体 可能你只要选一边 就是目前为止 这样对你是最好的选择 或者说你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平衡他们 所以你不如就是去坚持做一件事情 就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但是你其实是有一个团队在跟你一起的 所以是有人在帮你 然后就这样的感觉 还有一个呢 这个给我的感觉是你在断联 你看这里有一个 这出来了一张devil 所以我们刚才知道你是 这个devil是在什么位置 就是指的是你的事业方面 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在跟某人断联 或者说跟某一个公司的领导断联都有可能 就这个给我的感觉是你好像之前是有很听某一个人的话 或者说很对某个人的行为很推崇 或者说很感激某个人很崇拜某个人 所以他说的话也都会有这种无条件相信的感觉 你是他的追随者这样的感觉 但是五月份呢 我看到就是这段关系有结绑 就是你不再相信他说的话了 你有你自己的新的一些想法 也不是一定不一定对方就是错的 而是你可能有新的道路了 所以你可能就是本来你是这样的一个观众的角色 不是观众就是团体当中的一个聆听者 然后有人在跟你讲 就是说这样这样那样那样 怎么样最好 然后你可能就是这样比较幸福的状态 但是五月份呢你会有一种就是 对你也是对的 但是我可能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所以我不能再继续在这个团体待下去了 我要去另外一个团体了 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在跟他们结绑 因为可能你也意识到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对等 或者说可能你投入了太多在这样的关系上面 所以你需要就是让自己解脱出来 或者说暂时的解脱出来 你看跟你的另外一个团体去往远方的感觉 去到更其他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事业方面呢就整体上来说是一个这种转变吧 Transformation 从一个团体到另外一个团体 或者说从一个项目到一个项目组到另外一个项目组 这样的感觉不一定是换公司啊 但是也有可能是去另外一个公司 所以这种转变的感觉转变项目 在同一个公司里转变这个角色转变项目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是被换走了 就是你去到一个新的项目的之后呢 你的这个运气会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命运之轮的阵位嘛 就是无论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都是很 就是对你来说都是很积极 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好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感情 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我们感情要用这副牌呢 这副牌就给我的感觉特别不感情 特别的这种 怎么讲 日常感或者说人生人生事业感 但是我现在把它用来当感情 这种错乱的感觉 好 你看你还是继续有这种蓝绿色绿色调 好 再来一张 一张 一张就好 这张吧 因为它也是绿色的 所以给我的感觉它们是比较和谐 好感情上其实有一种 嗯 你的这个平静的生活 之前平静的这种感情状态 可能会有一些被打断的感觉 可能是你自己的单身生活 也可能是你跟伴侣之间 你们两个人的之前的平静 会有一些暂时性的一些 纷扰暂时性的一些烦恼 但是这些烦恼过后 你会获得很多新的认识 对感情上新的认知 嗯 包括可能你对这个 嗯 跟伴侣之间的关系 会更加的更深一步 因为感觉你们两个人好像有在 共同的 嗯 面对困难 或者说 共同的去度过一个难关 看到你们努力的在让自己 更加的快乐 就是尽管生活是有很多的烦恼 或者说一些太多人在针对你们 但是你们仍然在努力的让自己快乐的生活着 就看到你看 有这个小海豚 然后跟他的这个群体 看到这上面是两只啊 然后在努力的在驾驭这个浪花 然后尽管说有的时候这个海里面会有些艰难险阻啊 有一些风险 但是他们每每一刻都是很快乐的 他们在享受自己的生活 然后共同的面对克服生活的一些难题 就给我这种感觉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可能是有朋友 或者说你自己是有陪伴的感觉 就是你并不孤单的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感情上都觉得你其实是不孤单的 就这种状态 然后努力的在积极的面对生活 然后让自己每天都很快乐 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呢 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 可能比较针对就是在这个有这个对象的感觉 就是如果是感觉有的朋友在这里有点累 或者说觉得很烦 就是觉得太多的声音在周围 可能对方就讲太多话 哎这个不能说是你们 就可能是双方啊 就是你们感情当中的某一方可能讲的非常多 然后另外一方就有点这种烦恼的感觉 就有点啊不要不要再说了 让我静一静 然后可能就会去稍稍的去做一下短途的旅行 比如说 让自己周末的时候静一静 然后就一个人去什么地方转一下 就是暂时性的去失联 或者说暂时性的就不回复消息啊这样的 就是暂时性的让自己 让自己的生活安静宁静一点 可以是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也可能是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就可能是周围你的朋友就是都想约你 然后你觉得有点烦 或者说你的家人整天催你干什么 催你就是要结婚啊谈恋爱啊什么 你也觉得很烦 所以你有这种暂时性的让自己去什么地方放松一下 可以是一天半天几个小时都有可能 就是暂时逃脱这些声音让自己静一静 新恋情的话我觉得这里有 因为有一种就是你之前平静的这个生活被打断的感觉 那可能你之前也也不平静 就是有一种暂时性的这种骚乱的感觉 这个骚乱也可能是碰到了这种心仪的对象 然后你的这个心里的小路又重新开始 又这种崩崩跳小路乱撞的感觉 但是同时我会感觉这个对象呢可能会让你面对一些烦恼 面对一些困难 就是可能这个对象的家人会比较不太同意你们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这个对象有很多其他的追求者 所以你在跟他很愉快的相处的这个同时呢 你还是要面对一些其他的烦恼 就给我这样的感觉 好吧 好这个是我们感情的信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组 因为这个是新牌 所以我每次都想要用 尽管好像并没有需要它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想作为这个建议牌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整体上有什么建议呢 这张牌是在讲清楚的表达自己的需求 先搞懂自己需要什么 然后不需要什么 那些不需要的你都可以就是跟他划清界限 人也好事也好 就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如果有什么 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利益 可以是各方面吧 保护你自己的安全也好 保护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好 你都需要去就是清晰自己内心的想法 然后跟别人有一个面对面的 让别人知道你的这个想法 跟不适合的人划清界限 跟不适合的事物划清界限 好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好我们再来看茶叶牌 我们的茶叶牌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想要跟你们讲呢 you will be playing a different role 看 这个different role 就可能是在公司当中的一个不同的角色 也可以是 生活当中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生活当中 你要成为这个父亲母亲了 这个角色就不同了嘛 或者说你的亲戚 你有小孩子了 那你是不是就要变成了一个 应该叫什么 可以是各种啦 比如说你就成为了表哥表姐 然后成为了这种 历史想不起来 就是你的这个亲朋好友 有小孩了嘛 当然你的身份角色就会变 就可以是任何方面的 但我觉得事业方面是比较的明显 因为这是有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给我的感觉 有种这种 皇冠加冕的感觉 给引了一个不同的角色 这是什么 dueling with a woman 好你会 需要处理一下 跟一个女人之间的有关系 当然是女性啊 可以是任何人 然后你们之间 没有说好或者不好 success 哇会有成功出现 就是你的五月份跟你沟通 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角色 可以是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长辈 你的家人都有可能 好两张牌 news is on the way 你会收到一个信息 可能就是你的这个 you will play a different role 这样的一个信息 你的角色会有变化 然后这是什么 too much concern with sexual matters 好有的地方呢 有的人呢可能会对这个sexual 的事物方面会比较关心哦 五月份 就是可能比较注重这个身体感官这方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信息 好 get back to the basics 会有一些很基本的基础的问题需要你去面对 可能是你过去忽视的一些 一些一些需要打基础的事情 也可能是因为你的角色变了嘛 你可能之前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部门建立了一定的这个基础 借了一定的经验 但是你现在要换了部门嘛 换了项目 所以你可能有些方面需要你重新再来 甚至是重头再来这样的感觉 你又需要去面对一些基础的问题 我们再来 good news 有好消息 有好消息会到来 最后一张了 再来一下最后一张 最后两张 好的吧 最后两张 fire strong emotion passionate love or hate 哇你们的情感是很强烈的哦 可以是这种强烈的爱 有强烈的恨这样的感觉 情绪可能起伏会有 但是我觉得整体你们还是这种很 轻松乐观的状态 然后这张是什么 someone you know is is undependable and incensors 好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依赖他 然后他们可能有点不可信 这可以是工作当中的人啊 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这里有一个 这张牌吗 就是事业方面 就是你过去可能很信任的一个人 可以是任何人了 朋友长辈领导或者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你可能五月份发现这个人是不值得信任 然后不值得依赖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可能就会去跟你的小伙伴们选择一个新的方向 去寻找新的领导人也好 或者说去重新建立你们自己的一个事业也好 就这种感觉 远离这个不可信任的人 好吧好这个就是五月份的感觉了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好呀 你们刚才选到了这个 一个拳头啊 好你们是拳头公司的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五月份 那抽一下五月份整体能量 9House 9House跟学业呀海外留学呀海外事务啊信仰呀这些方面有关 还有一张New Moon New Moon你们有的新开始新计划的感觉 还有一张Juno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塔罗牌 这副牌吧 看一下9House 9House这张 Oh The Devil 你们在这个学业方面 很有进取心啊 或者说在这个 呃 留学或者在你的信仰方面 呃 很有进取心很投入 或者说是 很能够下定决心 能够付出很多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这样的感觉 Page of Pentacles 果然有新的机会啊 New Moon 新开始 新的旅程 新的项目 然后新的机会 新的循环 你在做什么新的事情 重新开始 这也就像Page of Pentacles 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 重新开始 新的机会 两张都是 好这个Hermit 再加一张吧 这个Juno给我来说 是一张 审视的牌 就是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 审视自己的情感关系 或者说审视自己的工作 呃 这个审视各个方面 比如说 我得到了相应的工作经验了吗 我拿到了合适的收入了吗 在感情关系中 我们的付出是对等的吗 我们之间的未来 会是什么样的 就是有很多的思考 很多的这种判断 也可能是有一种 对生活方面的一个全面的审视 或者是整理 就写下一些包括一些 好处和坏处 然后去对比他们之间的可能性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感觉 然后这个Hermit 逆位呢 其实也是有这种思考的感觉 也有一种就是 思考过后的一个 心理状态 感觉这里更多的是 在思考一些未来发生的事情 现在还未发生 更多的在思考未来 这段关系的走向或是什么 未来我们会怎么样 就是可能比较更多的沉浸在 对未来的所思所想方面 看一下还有什么 对这里 这种在思考之后呢 你会发现 其实你还是需要面对一些困难 还是需要有一些 难关需要去攻克 但是呢 并不是你无法破解的 只是说稍微难一点点 只是说没有办法一帆分顺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波折 你这个航行的船之士 走在一些小浪花里面 并不是说完全的一帆风顺 风平浪静的感觉 但是并不是没有 并不是不能去前进 还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在前进的 所以只是说你 你五月份可能会有些 过度的思考某些方面 对生活对关系 或者对未来的一些思考 对未来的一些就是审视 这样的感觉 但是这边两列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投入很多 比如说这张牌 感觉你在就是可能学业方面 是对自己是很狠的 很能花钱 或者说花时间精力 投入在这个方面 这可以是学业 可以是指你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可以是指你最近的一些 相信的事物 比如说你的信仰 甚至是在你的这个宗教方面 都花很多的时间精力 还有花钱 很能去砸钱做这些事情 然后学习上也是 你很能砸钱给自己报班啊 或者说买很多的辅导书啊 都有可能 就是你很能去投入 在这里啊 你看这张牌也是有一种 拳头在这里 就是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 对这些事情 你是非常的投入的 当然也可能是这个新的机会啊 这里是有新的机会在这里 所以一旦你发现有新的机会 能够帮助你去获得事业上 或者学业上的成功 得到一些海外的机会 或者说去一些 城市旅行 这样的新的机会的话 你是很能给自己投入这个 这样的时间精力 还有金钱在这方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事业 事业我们用这个吧 Movement 你的事业在一个 嗯 变化当中 两张education 还有一个 事业有一种就是 转变期 或者说 嗯 边走边学的感觉 嗯 还在就是前进 还在就是 往前往前走 当然也有感觉 就是说 你有这个转换事业的可能性啊 可能是海外的有一些新的机会 所以你需要去 嗯 现在探索 或者说其他城市都有可能 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信息 这张牌 education 6 of pentacles 投入当中吧 或者说行走当中 你已经在这个寻找的道路上了 你可能一时半会儿 尽管说还没有一个目的地 然后 嗯 不知道最终的这个 归宿在哪里 不知道最终的这个 嗯 决定在哪里 但是你已经是在寻找的道路上了 而且你在边找边 根据自己的内心 去嗯 再去 学习 学习当中 然后再去寻找那个核心意的那一份 我的感觉 你这里education在这里 是一个很开心的状态 就是说 你自己是一个很满意 你嗯 正在学习 或者说正在获得经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你还是在这种这种 很有勇气 或者说很有力量的在投入到这个方面 就像我刚才这个 就是说你还在投入你的这个 时间呀 精力呀 金钱呀 在这个寻找方面 寻找啊 未知的旅途 或者说是 啊 未知的目的地 你还不知道最后这个 嗯 方向在哪里 或者说最后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你已经在不断的投入了 因为你相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就是说你整体走向是很乐观的 在一直投入在这个事情上 嗯 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对有些朋友来说呢 你的这个目的地可能是在远方 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可以去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机会 看一下这个牌 这个是什么 open your heart to joy 让你开心一点 再来一张 因为给我事业的整体感觉 就是说你还在投入当中 然后你已经在尝试了 这个是什么 hold the course staying focused 可能你们是已经有这个方向了 你看这个鸵鸟在向中间走 这个dry desert 也是在向中间走 就是他们两个的共同方向 就是中间这个 所以可能这个staying focused 让你就是在这个前进的道路上 不要太过分心 被一些人和事物分心 然后坚持你所选择的这条道路 然后这条道路中间呢 35号派education 这education呢 也会是指就是你获得越来越多的能量 或者说你从 你从这个书本当中获得知识 或者说从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获得更多的这个经验 它其实都是一种学习 所以给我感觉 如果是你已经有方向了 就坚持这个方向 如果你还没有方向 还在寻找的话 那这个给你的这个一点点启示 king of cups 就是做你喜欢的 做你让你开心的一些事 然后有这个open your heart to joy 然后就是让你开心一点 做你让你开心的事情 从这个让你开心的事情 当中你能够学到最多的东西 你能够从中发现那个 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终点 或者说你的这个旅途的终点 所以说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没有找到的话 那就是这样 就是让你开心 或者让你合心意的 或者说跟教育有关的 跟学到更多的支持 跟更多经验有关的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方向的话 就坚持这个方向走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感情 感情 为什么 先放到这个 这是两张牌 好 我们感情有四张牌 二张牌 你平一张牌 用这张牌 感情这里还确实还挺多信息的 有些朋友还就是在 执着于过去的关系当中 没有办法move on 去一段这个新的关系 尽管这个新的关系 已经就在前方了 但是可能还在纠结 过去的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说你们这个关系 其实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你还在考虑过去的一些 还没有解决的烦恼 或者说是一些过去关系当中 产生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一个信息 还有一个呢 有些朋友会有这种诉讼的感觉 好像是你们一大群人去 就是去法院 或者说是去别人面前 让对方给你们一个公平的裁决 这样的感觉 就有一种可能你们两个人 去家长面前 就是这种感觉说 去对方父母面前 就是说按你们来评评理 到底是他是正确的 还是我是正确的 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们在寻求一个答案 或者说寻求一些信息 寻求一些来自外部的信息 来解决你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个寻求对象可以是 就是亲戚啊 长辈啊 权威人士啊 法院呢 还有心理医生啊 都有可能就是寻求他们的帮助 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你们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意见 还有一些呢 朋友是已经走上了这个裁决的道路 就是有一种啊 如果你们在就是打官司的话 这个官司五月份可能会有一个答案啊 就是你们这个关系可能会有一个重建 这个牌啊 深杯时的逆月在这里给我感觉 一个是你们可能就是分手的感觉 或者说就是家庭就不复存在嘛 你们就最后就离婚了 当然也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们的关系会得到一个重建 重新建立起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是五月份会有一个裁决 一个相应的正确的裁决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闹的影响了 好我们继续啊 嗯 就是这个是跟法院裁决关系重建有关 然后我们这一列呢 给我的感觉是 嗯 就是其实这两张牌吧 都是给我感觉 就是你有很多的保佑 或者说看护 你在被你的家人朋友关怀 或者说你在被你的这些 神灵朋友们关怀的感觉 就是大家都在帮助你 然后围绕在你身边 然后这给我的感觉 就是说在你觉得很累 然后 坚持不下去 这个坚持不下去 确实有一种就是说 感觉你可能有的时候会需要维持自己的一个 嗯 精力充沛的状态 或者说你需要让自己 嗯 强迫自己面对事情的时候要自信要强大 嗯 当然你自己本身是自信强大 但是有的时候 人都会有那种很累的时候 或者说松懈的时候 但是你强迫自己可能 有的时候需要时时刻刻 就是那种本着自己 嗯 需要让自己以一种 嗯 可能比较强大的 这种态度来面对人和面对事情吧 嗯 就这种感觉 但是呢 就是说偶尔在你绷不住的时候 你需要休息的时候 那你其实是非常的累 然后 但是呢 这两张牌我感觉就是 嗯 在你觉得很累的时候 嗯 或者说 不能说是在你觉得很累 应该是 嗯 周围的这些 神灵们 周围的这些 就是 亲朋好友们 都在跟你说 就是说 不要那么累了 可以松懈下来 可以 就是说 不要让自己 嗯 一直都是维持这么完美的状态 在他们的这个保佑 还有关怀 照顾下 你不需要 就是 太过于强撑 就是当你累的时候 就是可以去休息 当你 嗯 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送来帮助的感觉 然后他们还会给你一些建议 就是在你迷失的时候 或者说 在你需要一些建议的时候 在你需要 嗯 一些想法 或者说 一些决策 需要去决定什么方向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提供帮助 他们会来告诉你 嗯 究竟要怎么 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个 是什么样的 这个场景啊 因为感觉这个感情方面呢 嗯 可能你需要很多的建议 或者说你需要在感情当中 不要这么的累 当你很累 需要休息的时候呢 那你是会得到周围人的帮助 当你迷茫的时候呢 嗯 周围的这些神明们 会给你送来这样的消息 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新的恋情吧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恋情呢 没有新的恋情出现呢 你看你们有两张 感觉有种在感情中 不想再去控制 或者说不想再去做努力 感觉有种就是想要松懈下来的感觉 就是啊 有种爱咋咋的吧 就我也不想再去设想未来会是怎么样 或者说去设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有一种松懈下来的感觉 然后这里还有两张啊 一个是圣杯吧 就是想要离开的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纠结 所以嗯 我觉得新感情可能没有哎 就主要还是在 就是纠结在过去的感情当中 要不要离开的感觉 就要纠结要不要走 要走还是不要走 嗯 那单身的话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信息 给这个纠结在这里 嗯 The Tower 那其实就很明显哦 就是面对一段 嗯 已经 就是有点破裂的关系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呢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去 重建它 还是说就让它毁灭呢 就感觉是这样的 比较抉择性的一个问题吧 会在五月份出现 但是五月份它也给你说了 就是说你是在被 大家的温暖所保佑的 所以当你觉得累的时候 就向大家求助 或者说尽管你不求助 就是大家会有这个意识 会来帮助你 或者会来温暖你 让你不用就是 戴着坚强的面具的感觉 嗯 就是你可以就是放松下来 哭一哭啊 或者说抱怨呀什么的 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副牌 你抽一张就可以 天 一张一张就可以了 一张 觉得刚才某一张有一点 慢一点慢下来 然后用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眼光 来看问题来解决问题 就是不要一次性的过度开采 这个感情也好 或者说事件也好 感觉可能需要用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 或者说不要太过于极端的投入在某件事情 或者说某个人身上 就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感觉 好我们来看茶叶卡吧 现在茶叶卡有什么信息 chain of events that will affect your life 一系列的事件将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 为什么 major challenge to overcome 有一座山 就是你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将会就是 你将会克服这个挑战 这可能也是你的这个一系列事件当中的一环 就环环相扣的感觉 waiting for news package letter 你在等待一个信息 等待回复 等待信件 那种等待的感觉 还有什么 take care enemies are working against you 就是有一些可能跟你有敌对情绪的或者说敌对行为的人 他就是正在against you 就是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啊 或者说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啊 有可能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感情方面尤其是跟你有冲突的 那其实感情方面也不一定是就是感情就也可以是跟别人的关系 人际关系 所以可能在人际关系上你是面临一个就是别人的敌对 或者说你是需要裁决这样的感觉 现在还有什么 觉得是这一张 discord among friends or family 你的家庭成员或者说你的friend 你的朋友当中有人就是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你的家庭成员里面也有你的敌人的感觉 就是有人可能这家庭成员可能也指就是这种远亲 不一定就是你的这种很亲近的关系 远亲都有可能就跟你可能一直都不合 或者说悄悄的跟你不合 然后可能在五月份你们会有一个就是比较爆发性的事件发生 就是终于发现了这个人就不行和不来 有这样的感觉 他可能就会说出一些比较有针对你的一些言语吧 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这个什么teapot deep friendship with someone of the same sex ok就是跟你同性的人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那我觉得其实有同性情侣也不是没有可能 看看还有什么 这张牌 Dolphin Financial gain Urally coming From something you did in the past 就是你过去 过去 做的什么事情 会给你赚到钱 然后在五月份的时候 你会得到这笔钱 有种钱财收回来 你的客户终于给你打款了 这种感觉 像我们做那个做设计嘛 然后比如说那个客户就会拖款啊 就一直拖啊拖啊拖 那个项目好几期 然后就第三期都开始做了 第一期的款还没有打过来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你们会就是拿到这个钱了 就之前的一些项目的一些钱 好还有这个 Hills Ubstacles to overcome 哇你们就是有很多 有困难哦 确实是有困难 但是都会克服 这两 你们看移走了多少山 首先是一座大山 还有这些丘陵 小小的一些各种山 各种山丘 你们都会就是克服 你们会翻过这些山丘的 好吧 我觉得其实你们主要五月份 就是有种解决 解决难题 然后就是把这个时间精力 都投入在某个事情上面 这样的感觉 可能是你的事业 可能是一些其他方面 感情都有可能 就是很投入 很坚持的在做 同时也有这种享受生活 的时候 Open your heart to joy 同时你们也是很快乐的 好这个是你们的五月份的信息啊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哈喽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好呀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运势 看这幅排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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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太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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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可能需要你去赌一些很有运气的事情 去就是那种 给我感觉很多去游戏机店 然后去就是打游戏啊 这样的感觉 就很多娱乐在这方面 五月份 五月份应该你们还蛮开心很快乐哦 这里你们来选了一张太阳 其实就是一种嗯 有一种享受吃喝玩乐的感觉 好像有点无心工作 或者说感情好像有点无心工作无心感情 感情其实是有有这种嗯 嗯 享受娱乐享受感情当中的快乐的感觉 工作的话感觉 嗯 不太偏向于工作工作上可能是有一种啊自信感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积极 觉得就是说很认可自己的能力 认可自己的人 就是觉得自己很棒 就是今天我也棒棒的啊 然后我又很元气的来工作了 然后嗯 不会把工作当成是这种压力的事情 就是很头疼 然后不想去上班 然后你会觉得可能在工作当中有很多创造性的事情 或者说嗯 就是对你来说还蛮开心的 可能是工作当中的这些人吧 让你开心 或者说你本身就是嗯 很有能力 所以在工作当中呢 你自己就这种自信满满的感觉 就所有事情都可以完成 所以给你这种很很强的满足感 快乐开心的感觉 当然你也会非常的去愿意在娱乐方面给自己花钱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边给我的感觉 嗯 是一个就是说可能呢 然后你们会研究很多的这种跟美丽相关的事物 特别是女生 就是嗯 化妆啊打扮啊 然后就是医美啊 甚至整形啊 啊 然后就是就是如何穿衣服啊 风格啊 就是在这方面嗯 让自己变得更美丽更漂亮方面 你们会很投入 但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向 你们会就是可能想要去选或者都想要去尝试 就是哎 我又想尝试这个发型 我还想尝试那个妆容 就有各种方向 然后让你有种应接不暇的感觉 然后你也很愿意去花钱在这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嗯 就是钱包要看好 或者说你们有钱的话 那就没关系 反正就没有让你们不花钱呢 就是只是告诉你们你们未来可能会在这方面花掉一些钱的感觉 然后这张给我的感觉release control 有一种嗯 放松感也是有一种放松感 就是你之前想要嗯 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吧 或者说你之前想要强迫自己按规律来做的一些事情 你现在可能就会放松下来 比如说你强迫自己说每天要练字练三百个字 然后然后你五月份可能就说啊算了 就是想练的时候练一下不想练就算了 就是有一种玩乐的心情占上分吧 或者说放松的心情想让自己更开心一点 不要就是太强迫自己 不要让自己就是搞得非常的紧张 然后特别规律这样 你们会获得一些就是新的合作关系 然后你们会觉得就是说嗯 不愧是我呀 我就是这么棒 就是我今天也是棒棒的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还会就是说奖励自己说 嗯既然我这么棒 那我一定要买点好东西 既然我这么棒 那我就一定要吃点好的 就这种感觉 就是每天星星都美美的 然后小太阳就觉得还蛮轻松的吧 嗯好 这个整体的感觉 我们看一下呃 事业 用这副 事业事业事业 第三组的朋友 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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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觉得这一张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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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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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张 一张 好吧 我让你 我给你 一个资料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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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个信息呢是 你们要是有些朋友有很多分乱的思绪的话 比如说你的想法经常被周围人打扰啊 或者说周围太多人给你意见了 让你不知道何去何从 或者说你就是被很多事情所打断 你的那些想法的专一性被他们所打断 或者说你总是被其他的事情所吸引的话 那五月份呢你会就是建立起一个自己的思维体系 就是该如何去做某些事情 你们会建立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自己的一个想法 不再那么容易的去被周围人的意见所左右的感觉 你们会想 我今后做这件事情要这样来做 别人说什么呢就别人去说去吧 但是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意见 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主要是在事业上面 可能是针对某一个项目该如何去做 针对某一个客户该如何去对待都可以 或者说这一门功课如果你们是学生的话 我应该如何去学习它如何去掌握这个知识 你们会建立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 还有一个信息是一个 你们离成功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 已经看到成功就在眼前了 但是你们五月份会就是 移掉你们路上最后一个绊脚石的感觉 就是你们还差最后的一步 然后呢 最后的这一步 什么在阻挡你们呢 就是你们对过去的一些想法 对过去的一些思绪吧 或者说对过去的那些伤害的那些遗留的印象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过去还有什么事情还在影响着你 然后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你成功的最后一个阻碍 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的话 不再去思考着过去 过去的伤害 过去的背叛 或者说是过去的一些不成功都有可能 你如果不再去思考它了 你往前走了 那个成功就在眼前 看到前面 他们的那个目的地就是这个房子 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房子了 就是他们只要卖过这个树 或者把这棵树砍掉 或者说移开 那就没有再 不会再有问题了 是吧 就是康庄大道 但是唯一还是有一点点在 这个是你的block 就是唯一它还在阻碍着你 就是你对于过去的这样的一些思索 所以只要你抛弃它 不要再想它了 往前看 那么你就能看到前方就是你的这个胜利 你的目的地就在这了 然后这个呢 给我的感觉是 我觉得你很累啊 就是你之前一直在就是挖坑 你可能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但这个坑呢 你觉得之前觉得是会有收获的 然后你可能有这种不断的投入付出 然后让你的就是压力越大 你的付出越多 你压力也会越大嘛 因为你可能一直没有挖到 你想要的那个宝藏的感觉 但是五月份呢 我会觉得你就是跳出来了 你就说啊 算了 我换一个坑吧 就这种感觉 你可能会就在 你就不要再坚持在挖这个坑了 你会在旁边换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向 挖一个其他的坑 怎么这里挖了个其他的坑 就这种感觉 就是放弃之前给你的这么大 这么多的这个压力 换重新改变一个方向的感觉 这个感觉是事业方向的 好 我们再来看感情 感情有没有什么信息呢 有耶 这两个人的动作都很像 好 再来一张 details 感情 有三个对象的感觉在这里 好 第一个给我感觉是 会有一个人 他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就是你的生命轨迹可能会被改变 就可能这个人是 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或者说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 你们长期在一起 可能就是你会选择一些其他的道路 人生道路或者说是感情观都有可能 他会改变你的很多想法 甚至改变你的处境 就有可能这个人是一个身份地位 非常的不一样的人 是一个还蛮就是成熟的一个人吧 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有种遇到豪门的感觉 可能是对象可能是男可能是女 就你跟他在一起了以后 你的这个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 然后交际圈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你可能就是会 这个以后的选择 这个路线会有变化的这样的感觉 或者说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朋友 他会影响你非常的多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给我的感觉呢 其实也有可能是跟第一个相关 就是说你可能之前有处在一个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处境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但是你可能最近有一种松绑的感觉 就比如说你之前一直是在一个偏僻的学校上课 也见不到什么人 然后你现在终于毕业了 然后你终于可以去接触大千世界 然后就是接触社会啊 什么都有可能 或者说你之前在一个很 就是男多女少或者女多男少 就是都是跟你同性别的人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就是让你速手速脚 你想谈了呀也谈不了 没有人呢你也见不到人 这样的感觉 然后但是你现在就是解放了 你终于出来了 就是能看到更多的 就是你可以去喜欢的人了 你的选择空间更广了 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有这种就是一下子进入了一片 这个陌生的世界 就是这种into the unknown 然后对你来说 就是这个广大世界都有点陌生的感觉 或者说一个你不熟悉的一个领域的感觉 就是你可能一下子进入了某一个团体 然后这个团体给你一种探索的感觉 你不知道这个究竟是一个 你不究竟你不知道他的底细 你不知道他的这个 你不能清晰的看到他是个什么样 但是你有种很勇敢的走近他的感觉 这可以是一个人啊 就是你可能新认识的一个人 然后他给你这种陌生感 但是有强烈的吸引你去探索他的感觉 也可以是一个地方 你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广阔的领域 你可以去自由自在的去探索他的可能性 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这个是还有一个信息 就是可能你周围有一个让你感兴趣的人 但是你可能还在观察他 就是暗中观察暗中观察这种感觉 在看通过他的一些细节 蛛丝马迹 甚至你会去查他的这些社交网络啊 他的一些言论啊 或者说他的都发了什么样的 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啊 就适者从这些细节当中去发现这个人 这个人品怎么样啊 家境怎么样啊 什么心虚爱好啊 工作怎么样啊 什么的 就是你再尝试去了解这个人 还是对他很有好奇心的 但是你具体要怎么跟他呢 在一起或者是不在一起 还是一下也不再考虑 五月份你会主要考察他 所以 当然这个所有可以是一个人 就是某一个 你很感兴趣的 可能会改变你生活轨迹的 然后 你对他有非常多不了解的 还在观察他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这是一个主要对象 也可以是分开哦 可以是合一这种感觉 好 这个是我们的这组的感情 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信息呢 The Westland 好 我们第二组也抽到了这个 那我们再来一张 The Westland给我感觉就是 可持续发展 我觉得你可能二月 什么二月份 就是五月份会投入在 这个人的身上 或者说这几个人的身上 会投入很多 然后这个可持续发展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可以慢一点 不需要太快速的就去 跟他建立关系 你可以慢慢来 让他是这种长久的 可持续发展 就算你们不能成为恋人 但是也可以成为朋友嘛 就是可以慢慢的 长久的发展的 这样的感觉 不需要立刻的做决定 好好的观察它 你是这段关系的领导者 你指引着这段关系的 未来方向 所以以你自己为主 所以你可以去 好好的去想下如何去 为这段关系做一个导向 你是需要去继续 还是结束 还是要快慢 掌握这个节奏 就是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在这个关系当中 是有主动权的 所以相信自己 然后相信自己的选择 就这种感觉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茶叶卡 第一张 peace and harmony 就是很平静和谐 你会有一个礼物啊 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谁给你的礼物 但是你会生活的 非常就是安宁 很就是 很舒适 好 也有这张 major challenge to overcome 你们生活当中的 主要的一个烦恼 主要的一个挑战 然后你们能够克服它的 好我们再来看 这个 sorrow over a loss 有一点伤心哦 对某一个失去的一个事物 或者失去的人 你们还是会有这样伤心 这张 october 什么事情会在october发生 或者说 这个 跟五月是有关系的 can't in need of help assistance and guidance 你们会需要 有人帮助 或者说是 你看这 有一个手 然后 感觉是一只手 然后给你们了一个礼物 这样的感觉 或者说你们需要 帮助的时候 就会 有人来对你们 伸出援手 这样的感觉 或者说 给你们礼物 tower solid foundation success with effort 就是你们的根基 很稳固 然后 有了这样一个 稳固的根基 那你们一定会成功 只要你们付出努力 就一定会有成功 最后这张 affairs with your family 跟你的家人之间 会发生一些事物 这个事物 并没有性质 好的或者是坏的 只是说 会有一些跟家庭相关的事物 可以是家庭旅行 可以是家庭怎么样 都有可能 好 看你们具体了 还有这个 October 可能是这个时间上面 如果你对时间有疑问的话 或者说什么事情 你很关心它到来的时间 可能就是这个October 好吧 好 这个是我们第三组了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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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